师娘 我已经打听过了 劫囚车这事是骑牛山的人干的 就是不知道师父有没有被一起劫去了 怎么一波未贫一波又起啊 洪生刚刚还在警察手里 现在又到了土匪手里 这肯定是出事了呀 娘 你别担心 一同被押送的三个犯人都不见了 现场只发现警察和劫囚车人的尸体 我想爹应该没事的 你爹怎么这么命苦啊 二娘 别太担心把身子累坏了 紫辉 但娘会无休息 二娘 走 哥 爹一定是在青牛山 我们去青牛山要人吧 青牛山是土匪窝 怎么能轻易上去呢 如果他们结了爹的话 应该会有消息的 到时候拿钱上山熟人 嗯 三十二 二娘 就叫你 二娘 你就安心休息吧 我相信爹 好人自有天佑 绝对不会有事的 但愿如此吧 求老天也保佑 子慧 我要到庙里去上香 二娘 你这么虚弱 我没事 娘 有消息了 我爹被蒙面侠就走了 这是信 蒙面侠 对 就是以前我和你说过的那个 行侠仗义 除暴安良的蒙面侠 我之前就和他见过几面 他以前就和我说过 他以后会见我爹的 太好了 爹是平安的 哥 那爹现在在哪儿啊 蒙面侠子信你说了 我爹现在暂时回不来 我现在就去找郑南 了解此事 到时候我爹 就能功名正大地回来了 你快去 几面 你快去啊 好嘞 太好了 泽慧 你爹终于没事了 我们去庙里上香 走 走 你爹被蒙面侠就走了 据他所说 他暂时先躲避起来 不能无命 只要活着就好 我还以为他早死了呢 二师叔 我这次来 是想求您帮忙的 什么事 我爹现在已经被认定 是逃犯了 只要您去一趟天津 把这个案子消了 我爹才能回来 你说 要我去天津 为你爹消案 这个蒙面侠 在心里是这么教我的 目前看 只有这个办法才可行 蒙面侠 这个人的事情 我听手骨不少 他也插手你爹的事了 依现在的情形看 他算是可信的 爹 没错 这个蒙面侠 我们都见过 他是个行下仗义的人 二师叔 我求您去一次天津吧 去什么天津啊 你们在说什么呀 你们在说什么呀 你这个小畜生 你还敢到我们家来呀 娘 你被骂人呐 启明来是有重要的事情 他那有什么本事啊 我都听见了 他想让你们去天津 是吧 我们只有去了天津硝岸 大师伯才能回来 去 他想让你们去天津 你为什么去啊 不准去 娘 你给我闭嘴 你们父子俩 悄悄瞒着我去警署萧案 我知道这个消息以后 差点没被你们气死 他们魏家 一心想害我们 表面上还假仁假义的帮我们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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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就是披着羊披的狼 你们父子 就这么单纯啊 就这么容易相信这群禽兽 你们忘了 当初 他们是怎么夺不管 抢药方的了 娘 你一直都误会了 大师伯从来就没有害过我们 你懂什么呀你 人家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还有你 正男年纪轻轻不懂事 你呢 你几十岁的人了 你吃了几十年的饭了 你怎么就那么容易受骗呢 你脑子灌水了你 我告诉你啊 不准去 二师叔 看在我爹帮过您的份上 您就去一次天津吧 行吗 对啊 爹 既然您知道大师伯是冤枉的 咱们一定要去天津 还大师伯一个清白 还没有 我们要去 乃津 看 你要是赶去 我就死 好 去死吧 你 你这个白眼狼 你没良心 你都不想想 这么多年了 是谁天天伺候你 是谁帮你带大两个孩子 给你痛干枯 克敬腹道 你 你没有良心 我给你拼了 这别闹了 天津我是一定要去的 我做人顶天立地 绝对不会冤枉人 魏弘生虽然对不起我 对不起我爹 我也不会冤枉他 老天会收拾他们的 老天爷会收拾他们的 我给你拼了 够了 别烦我了 刘南 收拾行李 给我取天机 是 爹 爹 你 爹 爹 有 杀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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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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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怎么找到这儿啊 是蒙面霞告诉我们的 爹 你没事吧 我 我挺好的 你们在家好吗 好 儿娘好吗 好 快快快 给您衣服 爹 这是娘给您做的好吃的 你娘好吗 好 爹 我面霞怎么会把你藏在这里 我在去天津的路上 被日本人追杀了 幸亏蒙面霞救了我 然后就藏到这儿来了 日本人 不是青牛神的土匪接的囚车吗 不是 听过面霞说 是日本人在背后捣的鬼 日本人勾结红果犬 把夜市药房的药材给换了 然后再栽赃到我的头上 他们一食二尿 最终是想得到 我们两家的药方啊 日本人好奸诈 他们实在太可恨了 是啊 当年你师爷爷 就是为了保住药方 才被日本人杀害的 我一直提防着日本鬼子 但是他们这次 是在背后操纵 我们是防不胜防啊 这次幸亏有蒙面霞相助 你才能平安无事 是啊 这个蒙面霞到底是谁啊 这个蒙面霞也一直不愿意暴露自己的身份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不过通过这次接触 我发现 他是一个血迹防杠 狭干一打的中国人 我真想见见这个蒙面霞 我实在是太崇拜他了 这个蒙面霞 我倒是见过几次 每次在危难时刻 他都戳手相助 是啊 爹 你在这里再多忍耐几天 二十叔已经去了天津 去帮明啸案了 到时候你就可以光明正大地回家了 真的 真的 那真是太好了 好 大风啊 这饭太有毒啊 还愣着干什么 队长 我算了一下 就咱们整个警局 所有的人加在一起 都不够去青牛山剿匪的 这找什么匪这是 局长不是说了吗 让咱们去青牛山 查这个截囚的这案子 那咱们到那儿 还能跟人好说好商量 那就是去剿匪去了 我说这大副啊 我求求你了 你能不能聪明点啊 我们是警察 又不是剿匪大队啊 那 不破了 我这手头那么多案子没破 也不及这 这 这一件呢 不是 局长当时可说了啊 大副啊 你也别那么天气啊 这 这 这不结了 局长知道青牛山抱着 我们就安安稳稳 挣我们这点薪水 让我去青牛山送死 我才没那么傻呢 大夫啊 你也别那么天真 这种事情就是 心照不宣的事情 到时候他自然就 不然了之了 还是你懂我呀 来来来 那咱们青牛山不去了呗 不去 绝对不去 队长 那魏洪生现在被挟到青牛山去了 这事咱管不管 我们已经尽力了 这接下来就看魏洪生自己的命 应不应了 我就为这个事啊 两三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的 这回我可得放开直了 鸡腿 鸡腿给我 来 快吃 队长 你也吃啊 不不不 吃什么补什么啊 好好好 队长 我吃成了 吃成了总比 饿死强 你跟着我这是成天吃强的喝辣的 你小的命真好 多谢队长照着我 你呀 我跟你说啊 你没长眼啊 队长 真让我看着这么厌手啊 对 逃犯黄三金 上次偷东西我亲自抓着他 这不对啊 他不是被青牛山的人劫走了吗 怎么在这儿啊 他还有个老娘在家 走 跟着他 走 娘 我们要回来了 三弟 你就别再回来 你赶快走吧 走吧 娘 您病得这么重 我怎么能走呢 三斤 你之前偷东西都是为了娘之病 娘不能再连累你了 娘 您当初生我的时候 我只有三斤 别人都说养不活 是您没日没夜地把我拉扯大 陷入境我长大了 您病了 我要是照顾不好您 我还是个男人吧 娘这不都是为了你着想吗 娘 您听我的 您好好休息 我去煎药去啊 好 黄三斤 三斤 跟我们去警局找一趟 娘 三斤 娘 高队长 求你往开店 娘 三斤他都是为了给我制兵 才去偷东西的 三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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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伏地长起来啊 起来吧 怎么着啊 家里求财被逼的 搞定让我求你了 我说黄老太太啊 犯罪伏法 那天经地义啊 你不用担心啊 那 黄三斤犯的是小罪 接下来只要他不再犯罪 管你几个月就回来了 他还能给你养老 对 师父娘 起来吧 起来 起来 你快起来 快起来 快起来吧 放心吧 你放心 我很快就会回来的 三斤 我等你回来 我等你回来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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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长 我们抓到黄三斤 黄三斤 他不是被青流山给劫走了吗 我们还没审呢 刚刚才抓回来 我这就去审 你等等 这案子非同小可 我必须亲自去审 亲 亲自去审 怎么 帮你分担点任务 不乐意 乐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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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队长 你做得很好 谢局长夸奖 局长 我来审 出去 是 黄三斤 本来你只是偷窃罪 案子没那么大 但是由于你在压卸途中逃跑 我 这个兴致就变了 以后你要在这儿 多管很长时间呢 局长 不是我想逃 是路上有人要杀我们 我们没办法 要是不逃的话 就得被杀了 谁要杀你们 来龙去脉 给我清清楚楚地说出来 是 那天去天津的路上 走到荒郊 突然有人放冷枪 先是把司机给杀了 然后警察跟他们火变 我们没办法就想着逃跑 后来那两个杀手就奔着魏师傅去了 我们趴在草丛里不敢动了 眼看着魏师傅就要被杀手杀了 这时候蒙面侠出现了 蒙面侠把那两个杀手干掉 然后把魏师傅救走了 就是这样 你是说蒙面侠 接走了魏红生 对 很明显那俩杀手是冲着魏师傅去的 我们没办法 警察也被杀光了 我们只有走了 你再想想啊 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局长 我娘还病在家里 我就 王子 务长 嗯 黄三斤什么都不肯招 我给他十分钟考虑时间 给我看好了 等一会儿你进去问问 看他肯不肯说 如果肯说 马上向我报告 是 这次抓了黄三金呢 有助于我们破获 劫车的案子 不知道局长 赏金能给多少 队长 这是大案 这赏金啊 肯定少不了 等我拿了赏金 我 我放过一份 想得美 我带你去翠花楼吧 行嘞 行 这样子 本来我想亲自审问破案 是是 没想到局长他这么上心 他亲自去审问 就是就是 局长 是局长 是局长 局长 黄三金说了吗 说什么 什么也没说 我估计啊 是青牛山的人把他放出来的 讲义些 不肯把对方供出来 这家伙 这看上去挺老实的 谁知道他不见官司 不落位啊 对啊 高队长 有 我给了他考虑的时间 一会儿你再去接着审 是 报告 局长 不好了 黄三金自杀了 什么 自杀了 还愣着干什么 好 走 怎么样 局长 没气了 黄三金怎么又孤单 自杀了呀 我大意了 这才几分钟 竟然让他畏罪自杀了 他也没犯多大罪呀 这怎么都那么想不开呢 真是的 宁死不着 他会不会是怕青牛山的人找他的麻烦呢 这 这现在怎么办呢 怎么办 找人收拾 是 黄三金哪 你怎么那么傻呀 这 这怎么能对得起你娘啊你 什么事这疯疯活活的 不是说我们最近少见面吗 出大事了 出什么事 沙老板 我真不知道你的手下都是干什么吃的 做事情做不干净 还让我给你们擦屁股 行了 行了 别在这唠唠叨叨的 说 到底出什么事了 上次劫囚车派去那些人 不仅没有杀了魏洪生 还把其他犯人给放跑了 现在好了 有一个犯人跑回来了 有个犯人跑回来了 那他应该知道魏洪生去哪了 而且也知道我们那几个人怎么死的 不错 他知道一切真相 他可以指正 劫囚车的事情 不是青牛山上的人干的 不错 不错 我这一有什么事能解决问题的 也就永远都是你杨局长啊 说得轻巧 为了你们这些破事 我亲自动手杀了人 我告诉你 这笔账咱俩得慢慢算 算 一定得算清楚 杨局长 能用钱解决的问题 那还叫问题吗 我问你啊 那个跑回来的犯人 有没有说魏鸿生跑哪儿去了 被坊间传说的蒙面侠给救走了 又是这个蒙面侠 惠子多次跟我提起过的 魏启明还有叶正南去创道场的时候 就是这个蒙面侠救的他们 他在坏我们的好事啊 我想求你办件事 我想求你办件事 又是什么事啊 查一下蒙面侠是谁 行 抽空我查查看 抽空你去查查 杨局长 我觉得现在这个蒙面侠 是当务之机 嗯 其实查他不只是为了我们 也是为了你 你想啊 我们都是拴在一条绳上的骂主 这个蒙面侠这么爱管闲事 他如果知道 你和我们的关系 你觉得 他能放过你 茶 确实应该尽快查 那辛苦杨局长了 喝茶 原来破坏我们事情的 又是这个蒙面侠 他三番五次的出现 似乎很针对我们 现在最棘手的问题就是 我们连他是谁都不知道 杀红国权的时候 我跟他交过手 他武功高强 我也不是他的对手 所以仲村君 你必须尽快查出 这个人的身份 这个人对我们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慧子小姐请放心 我已经让杨世轩 极力地查探他的身份 一旦查出他是谁 我会让他永远地消失 要尽快 本来我们这个夺药方的计划 是完美无缺 这个蒙面侠就是个天外非物 屡次破坏我们的计划 实在是可恶 这个人我一定要他死 最近沧州很不安宁 连续发生了好几起盗窃案件 这些案子都和一个被传得 沸沸扬扬的蒙面侠有关 沧州的很多富商巨骨 都被他打劫过 外地也有很多商人 不敢到沧州来做生意了 老百姓人心惶惶 这严重地影响了 沧州的经济和治安 上级其令 让我们火速破案 高队长 你一定要查清楚 这个蒙面人的真实身份 是 我给你三天时间 三天 先多吗 这 这蒙面人 他来无影 就是 听好了 就三天 查不清楚 别来见我 是 还当什么呢 没听见吧 三天时间 查不到蒙面人的周影 别来见我 是 是 估计 任何 怪党 reluctant 找得 呀 给党 得 亲 敌人 估计 好 他们也觉得 这个夜市武馆的案子呢 证据不足 同意撤案了 对 这个是他们的文件 好啊好啊 你们把事情办好了就行了 但是这个魏洪生 现在生死未捕 很有可能 已经被劫到青牛山上去了 其实大师伯早就没事了 他呢就是躲起来了 现在已经消案了 那是不是可以让大师伯 回来了 你们都知道了 那 那怎么不告诉我啊 啊 这难 别乱说话 你不也刚刚才知道 魏洪生没事吗 啊 表哥 就我们家这对父子啊 被人卖了 还替人数钱呢 你看 他们刚替人去天津 跑了一趟 才回来 知道魏洪生没事 这不是拿我们叶家当牛做马吗 总之你们夜市药房这次要承担所有的责任啊 要想重新开业是没戏了 行 既然这儿没我什么事了 那我就先回去了 哎 哎 表哥 嗯 留下来吃顿饭吧 是啊 不吃了 我忙得很 嘿嘿嘿嘿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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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哎 哎 爹 嗯 你先回去吧 我留下来还要商量药房的事呢 好好好啊 早点回去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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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了几天的路啊 我也累了 我要休息了 温丽 你有什么事 先和正男商量吧 啊 哎 一把老骨头了 还替仇家跑来跑去 我累死你 赶紧把这好消息告诉启明 嗯 嗯 走 太好了 总算是虚惊一场 鸿生终于可以平安无事了 启明 启凡 快去把你爹接回来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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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男 这次真的谢谢你们 跟我说什么谢谢 走吧 结大事拨去 哎 哎 启明 启明 我跟你们一起去 亲姐 你啊 还是留在家里和泽慧 还有我二娘做饭 今天大家都在我家吃饭 啊 正好也为我爹洗尘 那好吧 我替你的 温丽啊 嗯 如果你不嫌弃的话 也留在我们家吃饭 好吗 好啊 我怎么会嫌弃呢 人都在一起热闹 再说 我也很羡慕你们家 这么相亲相爱 那我们去接我爹 快去吧 好 杨小姐 这边坐吧 哎 刚刚看你吃晚饭 胃快还挺好的 我就放心多了 你不知道 看到你瘦了这么多 我有多心疼 是啊 在里边真不是人过的日子 吃不下睡不着啊 你看 现在好了 一切都真像大白了 连吃粗茶淡饭都香了 更何况 你还给我做了这么多的美味佳肴 好 还有孩子们 为我接风啊 你开心就好 这一关呢 总算是过去了 小玉啊 这段时间 真是让你受累了 我是担心你 我一个富到人家 又没办法为你做些什么 这次啊 多亏了二叔肯帮忙 真是让我对他刮目相看了 虽然之前 你们有那么多的怨恨 二叔 还是肯去天津 帮你消案了 哎 你别说啊 平时我们和叶家 吵吵闹闹的 可是遇到关键的时候啊 闪群还真肯出来帮忙 这就叫 患难见真心哪 小玉啊 明天我们一定要 登门致谢 好 看二叔 现在好像改变了 对你的偏见和误会 是不是 你们也可能 化解之前的仇恨 毕竟 你们也是几十年的 师兄弟嘛 如果 能够和好如初 师父的在天之灵 也能得到安慰了 哎呀 知我者 莫过你小玉爷啊 你说的 也就是我想去做的 大师伯 师伯母 大师伯 都能够成功 是 你 我 你 我 是 我 他 是 我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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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我 倩倩 把礼物收起来 娘 去呀 这礼物我不收 皇珊 说什么呀 沈俊阳 这次多亏你帮我 我才能平安地回来 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事情 用不着你说谢 沈俊阳 咱们俩就不能心平气和地 坐下来好好地聊一聊吗 好吧 沈俊阳 你爹一把老骨头了 还为了别人家 跑到天津去一趟 收点礼物应当的 去 收起来 让老骨头 昆平 是 各位 我 你是 应该一切 请 吧 是 他们就说 你这次帮我洗清了罪名 我会记在心上的 打住 我这次帮你不为别的 我是不想冤枉别人 毁了自己的清语 至于你借我钱帮我还债 我会尽快还给你 山君 这钱不着急 别给我谈人情 我不想欠你什么 你帮我一次 我也帮你一次 我们两清 山君 我 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和和气气的呢 和气 自从你拿走了神州武馆的牌匾 和那半张药方 我就已经和你势不两立 你要和我讲和可以啊 除非你把神州武馆的牌匾 和药方还给我 山君 你这么说可就过分了 这可都是师父的安排 那就免谈 山君 山君 你听我说 过去的事情 咱们再一起不谈 就说这次我们两家连番出事 那都是日本人在背后倒的鬼啊 他们的目的 就是我们手上的药方 你确定 又是日本人 我可以肯定 这次追杀我的 就是日本人 山君啊 面对外敌 我们一定要团结 有枪口对外 一致抗敌啊 当初师父 就是因为不愿意把药方 交给日本人 才惨遭毒手 现在我们怎么能 让日本人 从我们手里 把药方夺走呢 我可以肯定 不管以后我们关系如何 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绝对不能让药方落在日本人手里 好 那咱们一言为定 积掌为盟 我是为了我爹 为了整个民族的大义 现在我死了 他死了 他们有现在 是 这死了 你 他死不得了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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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得了 他死了 他死了 好